没有人可以 我都 就是太痴了 我不想上麦了 不是 我的那个邮箱 就叫为名字athotmail.com 你们想上麦 你最起码要让我知道 你是一个够格跟我连麦的人 否则我不会跟你连麦的 懂了吧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某些团体做得太过了 活活小孩了 太过了 这个小孩已经活的 这个 十四球是这样 这个有点像 那种女老师活活高中生一样 那种女老师 懂吧 如果有一个三十多岁女老师 穿个什么黑丝高跟鞋 去右肩高中生 这是犯罪对不对 这是罪 犯罪 那好了 现在有一个是什么 一进攻二进攻的老灯 用他的所谓的 革命资历 革命资历 去祸祸高中生 十四球实际上 这他妈也是犯罪 这啥呀 连一个性观念 性能力都没有成熟的高中生 你说他妈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能力成熟了 这个世界上 马克思 列宁 斯大林 我们革命先例 有谁相信这个东西 你不要说我们国家革命年代那些 红小鬼 人家是在你白区 那是有 深仇大恨的 那是全家被杀的 那是那妈的几岁就开始给这个地主家做做长工 那那个虽然年纪小 但是早就成人了 那是承受过无限的阶级苦难 加坡人亡 所以他们是很成熟的 早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 你们这个时代这群小灯是什么而已啊 是你什么父母是什么被什么阶级敌人杀了还怎么回事啊 是你妈的从小不让你念书让你去做长工 让你爬烟囱里面倒灰 这个国家是让你吃不饱吃不饱全部饶啊 我真的服了 所以说这个人吃西瓜 那是因为我吃的特别干净好吧 有一个西瓜我能吃到最后一点红都看不见 这个字我早就想说了 我受不了了 你说你大学生搞这些事情 他是头脑清醒的 父母圈也圈过了 谈也谈过了 算是做出某种选择了 你的妈的高中生 真的是 没什么 没事 你没什么 你听不懂 应该你看 孕快 你 我 你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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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大个习惯 我吃了头就疼了 吃了眼牙膏 不是劝不回来 你知道吗 这不是洗脑的 这个只能他自己长大 神经器梳 他也在这种回路里面 错误的回路里面转了 你以为劝得回来 你们这个学生 应该把自己叫做 你们不是早上七八点钟太阳 你们呢是凌晨一两点钟的向日葵 你知道吗 这个花不知道往哪转的 瞎转的 你这用个手电筒 就把你这个花 妈的弄到这个西方去了 用个手电筒 你以为是太阳 我操 我这服了 你们是凌晨一两点钟的向日葵 你不是七八点钟的太阳 太阳发光发热 你们只能发电发风 见了老灯菊花变成向日葵 太黄了 我那手不料理 老灯二进宫的资亿 你在他们面前就是跪拜了 我可天了 你妈的吧 你不见钱 不行的 这个不行的 你这个在这个思想 人生观成 这个塑形期 你妈的吧 让这些小孩尝了这种滋味 我说难听你啊 他们如果真的结成权力关系啊 如果真的结成这个科层 至官僚体系的权力关系的话 这些人就废掉了 他这位子只能玩这个游戏了 我说难听你啊 小孩 这个我可以单独录一个视频 我来讲一下 就是这种十五六岁的小孩 尤其不能放任他们在Q群里面 以任何形式 那个搞权力结构啊 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东西的那个 呃味道和这个 其实和 那个十随之味 出场人事是差不多的 这是会上瘾的 这是会上瘾的 懂吗 就是 某些团体 尤其是以这个什么 已经二进攻的一些人 一进攻二进攻的一些人啊 三毛啊 啊 什么这个红背啊 你做的事情要适可而止 不要下沉到高中生 不要下沉到未成年人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已经没有大学生跟他们走了 大学生还这么磨着 基本上能洗的我都我都尽量把它洗过来 洗掉洗回来了 都知道你们这群人什么人了 你们只能去下沉到这种初高中生了 啊 或者说这个边缘省份啊 他对于这个呃这个上海北京发生的很多事情 他们都非常萌昧的无知的一群人了 下沉到这种 已经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群小孩身上去了 你们做这样的下沉 实事求是这样 和你们被允许重新获得这个通讯自由的时候 做出来的承诺 是不是违背的 是不是不对的 你是不是又在制造社会当中的不可控因素 你当时是你你重获通讯自由的时候 做的是什么保证 你们这些人 啊 你以为发生在网上网络上面 弄个化名 开会的时候 这个把自己脸稍微遮一下 摄像头往上抬一抬 啊 人家就不知道你啊 当时我这个东西呢 反正 情况如果真的严重的话 你们你们这些老鬼啊 就仗着自己年纪大了 好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吧 啊 我就我是认为 我觉得你们有必要再接受一次受语教育啊 其次 就是我们讲的就这个东西的严重性啊 如果人在他的认识成型的成型期 认识范式的这个塑造期 就是主要的是十四岁到二十四岁 这个阶段 十四岁到二十四岁这十年 如果被洗脑的话 并且是长期的洗脑 这是不肯逆的 这个思维模式的那个 也就是他的那个整个 就像个大 就是那个计算机 计算机 他那个符号系统的 他那个接次是不肯逆的 就是你给他装个Windows98 他这辈子就是Windows98了 你给他 在这个 在这个十年当中 你给他装个Windows11 他这辈子是个Windows11的 你给他装个DOS系统 他这辈子是个DOS 你给这群人脑子里面装一个小霸王 他这辈子是个小霸王了 十四岁到二十四岁 这个是黄金时期 认知的成型 范式成型的黄金时期 你永远是用低阶次的一些垃圾 玩意在灌输洗脑 更不要说是在用圆教纸的激进的东西 在洗脑 操这些小孩的脑壳了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是一个是认知层面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他的爱欲结构 享乐范式上的 这些小孩呢 如果说被你们的老灯 有意刻意诱导着他们去 幻想他们怎么样 可以秘密组成某个权力结构 权力组织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现实的又能够分派到各地去 甚至他们在群里面已经开始口嗨 说他有什么军社在怀化纸浆 有一个什么军社 有军用品 拍到这个视频里面 有小孩拿枪的画面了 懂了吧 这个就是开始去诱导他们 对于暴力和权力体系 产生享乐 性化的享乐 对这种东西发情了 这个结构 吃过这个味道的人 他是回不去的 再叫他回到一个 他可能要受规训 受管制 他可能要作为下级来服从 他可能要作为一个课题来承受的 教育环境当中去 这些人回不去了 他们已经过早的在十几岁的时候 被嵌入到一个权力体系当中去 他们自建的 什么总参谋部 中央联络部 什么玩意 什么什么内务部 这种东西都搞出来了 那是个什么群 那是你预备结社 他们已经开始搞 人身 这种体系化 依附性的 一层一层科层性的 命令传达体系 那群里面都是什么 你们各地都有小组 那你们这个组长肯定都是 这个什么博的亲信 谁是谁的亲信 权力关系都出来了 衍生出来了 你固然说是这些小孩在表演 在玩 玩过家家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 他们来真的 高中生 特别青少年在发展到17岁 16 7岁的时候 处在幻想和现实的交界面上面 他们分不清的 他幻想东西 很容易当成是现实东西 明白吗 尝过这个滋味的人 是回不去的 尝过这个滋味的人 权力体系当中 他建构了 又在其中 所谓的身居高位了 又能够把权力 透射到现实当中 去变成某种物质控制力 甚至人的控制力 甚至暴力的 你觉得吃过这些东西的小孩 而且他们还 自以为很聪明的 在和暴力机关 在捉迷藏 在攻守了 在打这个进攻和防守 在搞掩护了 你觉得这些孩子 他还能够老老实实 妥妥贴贴的接受教育吗 或者说他自己这么狂妄 这么没有分寸的去 毫无社会经验和知识储备 毫无任何这个 现实的客观物质条件 他要去搞这些东西 你觉得这些小孩 除了沦为妄想症 严重病理化的妄想症患者 他还能变成什么 那么这些人呢 他25岁 他能恢复正常吗 30岁能恢复正常吗 35岁能恢复正常吗 社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来等待他们恢复正常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多少不推定的因素 不稳定的因素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因为他们是 首先如果他 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学 也就是这些高中生 没办法顺利到大学里面去 他在社会中流窜 他们又有一个 这样一个 你说是被严密监控 或者说被 有所疏忽的 在在管控着的一些QQ群 或者说甚至他们会有境外群组 这些人 他会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哪怕他是网上的言论 或者他群组里面的动态 你把握了 线下的呢 线下的不一定吧 这是个完全 如果他高中毕业 念不了书 他直接走向社会 这群人是不稳定 客观的就直接 就是不稳定因素 另外一方面 他高中 进到大学里面去了 他有大学生的身份 他还有玩这一套 你觉得他会安安安安稳读书吗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这些人永远是 他不会是冲在第一批的 他永远是把人组织起来 让别人冲在第一批的 然后你把那第一批的人怎么怎么安抚掉了 又一波一波的 会被这些人一直一直生产出来 再生产出来的 所以我 我再说了 你们这些老鬼 出来之后 出来的时候 或者说你们这些老鬼 重新获得通讯自由的 这个一个保证的时候 一个对你们的宽容和 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待遇的时候 恢复你们这样的待遇的时候 你们当时怎么保证的 你们当时怎么保证的 所以我们这样福里抽薪把这些老灯抓了就行了 一直在造这种人出来 少年犯 好玩啊 福里抽薪把这些老灯抓了就行了 很简单 我不相信这些老灯 被弄掉了之后 这几个小灯 还不知道轻重啊 我觉得这些高中的这么小的小孩 直接给他怎么怎么样的 他反而促成他的某种什么 他说铁硬了铁杆了死硬了嘛 这个东西反而就不好搞了呀 年岁稍涨一些的 要逐步逐步的 要这个处罚的力度要加强 年纪太小了呢 就是说要福里抽薪 把他背后的那些人做点就行了 这是我的观点 你不要以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有任何的什么 推动我国工人阶级的权益 什么什么这个玩意的 我刚刚已经说了 这群人呢 就是披着左皮 披着劳工权益 作为一个借口的 和西方干涉 我国内政的口吻方式 一模一样的 其实他们骨子里是自由派 然后这些人做事呢 永远都是最低成本 嘴巴 然后想要获得的收益呢 却是就是直接的动乱 乱起来 乱了之后呢 西方势力干涉 搞戴衣制 说穿了就是这层皮吗 啊 你说真的想要以什么 啊 那我没见过这帮B搞一个什么根据计吗 你真的要以什么解放性的力量 实质的那种 我我从来没见过这帮人搞过什么根据计 你懂吗 实质求是假 懂吗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一项搞成过任何一个以公有制分配以劳动群众的权力利益为优先的那样一个解放性的社群 搞出来没有 那你那搞的那个几个什么什么农场什么农场里面都啥呀 也是忽悠小孩 大一大二的学生过去做的免费劳动力 你的社会主义原则呢 在哪里 真是的 搞的东西让你们按捞分配 我没见到呀 那可能一个卖小米的 还有可能一个搞的啥 那个什么 什么3D悬浮摆 摆件的那个框的那个什么的 全车马车比资本家资本家 所以我说了这群这群老灯呢 还有他们的一些中灯啊 中年的那些人 其实呢 就是一个执行自由派或者说西方的这个自由主义干涉势力的他们的任务的 他自发的或者说是隐秘的去做这些事情的 然后只不过批了个劳工权益的做批而已 蛮可耻 那么他可耻到现在已经开始动员发动这些学生了 而且这个学生还不是他妈大学生 我说难听点 他妈的八字的 广东那几个搞事的 他妈的至少他煽动的都是啥 硕士生博士生 还讲道理吗 讲科学理论啊 还讲那个这是什么经济模型啊 一板一眼的跟你妈的说清楚 道明白 这群小孩就讲的啥呀 这群小孩 妈的哇靠 自本论的没没没能力读呢 没想清楚想明白了 剩余价值理论 什么都不懂的 我这还干嘛 开始已经是封关许愿了 这个部长 那个部长的 这个清姓 那个清姓的 宫廷政治斗争的 开始起来了 暴力的暴力想象开始高起来了 有枪的 有枪射的 有军射的 什么玩意 太过了吧 你能控制这些人吗 我说难听 你们老登 现在说叫这些小孩 不要搞那些什么 木猴而冠 就是搞个小朝廷一样的 不要搞这些什么激进暴力 在QQ群里面吹嘘自己有什么军射的 你这个老登 三毛 红贝 泰晤士 你能劝得住这些小孩 你还能控制住这些小孩吗 你们还能控制得住这些小孩吗 他们失控了 给你们恢复通讯自由的目的 不是让你们搞一群失控的人出来的 这些少年 他们如果 甚至说 他免于某些刑事责任 那故意装了老性恒求那个样子 毛都没长几根 就算长了毛 那毛还没有变黑色呢 就黄毛了你知道吗 裤装里毛了还是黄毛了 还是绒毛了 那个阶段 干啥呀 所以我说难听点 你们老登啊 三毛 红贝 泰晤士 你们啥呀 你们是自由派懂吗 你们支出的成本是最低的 就是嘴巴 拉几个微信群 你妈的吧子的 QQ会议 腾讯会议这点东西 嘴巴 为什么 因为你妈的 你的通讯自由不包括到境外去通讯 然后制造的就是混乱 制造就是这些小孩裂变的 然后就给你制造越来越多混乱 越来越混乱 还是自由派那套 还他妈跟李明奇 李明奇也是的 李明奇 李明奇乱出去了 你说他李明奇骨子是个自由派吗 至少他的方式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 他有点像杜金那样那种感觉 他做不了 他讲的话同志阶级不喜欢听 他至少他不煽动人上街 他至少他不煽动人去乱搞 他不 他不给别人画狂妄的政治幻想的画饼 实事求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远航 远航一号这个B 他好歹是知道这种煽动起来的政治幻想 这种狂妄妄作 这些年轻人是一点 一点历史进步意义都没有的 纯粹的他在胡搞 在瞎搞 你知道吗 有屁用 我靠 他是承受过那个悲剧的 他有深刻的反思的 你们呢 你们这这两老灯 另外一个我就不点名了 另外一个 他已经缺情了好几次了 好几次开会 他妈的都没开 是不是 另外一个 你们的韩流机 是不是好几次开会都没开了 他妈的 我明明白白跟你们讲 弄高中生有点太过了 我不是说你们搞高中生是什么 谁让你们做这个课题了 是吧 然后做这个课题 他妈的他缺缺少现实案例了 你搞几个高中生 你这个你这个事情是 你爽了一家 全国的都陪着你倒霉啊 你你是欺负人家 这个这个贵州省 是个是个经济不太发达的一个省份 你欺负人家的省份 哦 他这个声音表达的不够有力 到时候锅是人家的 公是你的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什么玩意吗 所以呢 我们当然知道 如果说这个事情真的要处理的话 肯定是 地方上的肯定是 轻轻放下的 绝对的 因为呢 大家不找你的道 你懂吗 你一家得利 然后呢 大家给你背锅啊 做梦 真是的 这些把戏 这些门道 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啊 你真的是欺负人家这个这些 边偏远偏远的一些省份 你欺负人家家里面 成年人 不太 不太知道江湖险恶 你知道吗 如果说这些孩子的父母 知道这些孩子的激进内容 来自于一些有暗底的 然后以某种方式才能够获得重新获得他的通讯自由的一些老登 一些老政治犯的说穿了 这些家长会 哪怕 如果我是这些这几个小孩的家长 我跟你说 你要学这些什么激进内容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你学 你自己学 你不要在群里面跟那些老逼混 那帮逼不是说让你学这东西的 他不想你有自信上的成就 也不想你正儿八经的是找到实践当中正确道路的 那帮逼就是盯着你们这几个小孩身上清白来的 家长如果知道的话 家长如果知道这个什么 什么 这个什么红辈他妈的是个什么人 你高 你这几个高中生啊 你想一下 你学这个东西 你图书馆里随便你借的书 你随便学啊 你说你要去什么 到时候去打工 到工厂里面 这个东西你自己做 你自己做了 也就做了 你去看看工人响应不响应你 你作为这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你只要你背后没有势力 你懂吗 你背后那个势力 没有贯彻敌 敌对的境外势力的意志 就没问题 你顶多就是说到时候会 会被警告一下 会被这个 了解吗 其实甚至说会让你 会安排一些社区服务 让你去做的 我再说的 再赤裸裸一点啊 只要你不是跟境外打交道的 或者和这些 这个 或者你不是被这个 这些老政治犯 他妈的 搞了做这个耗材的 你们犯一些小的错误 这国家是会安顿你的 你知道吗 明白吗 然后你去场里面 你删斗不起人的 没有用的 users 我这个话已经说到这个层面了 会比较赤裸裸的 腊手的处置你们 一 射境外了 尤其境外群组 大规模的 二 你要么就是被这些老逼他妈的掉了 你的你的这个清白就是 就是 有用 之前有用 你这个身 你这个身家 就被别人吸走了 听到没有 如果我是你爸爸妈妈 会说 你们自己几个小孩 拉拉小群 什么这些东西的 你就这样 你们随便玩 不要跟那些老逼人玩 也不要跟境外的人玩 好吧 你如果说 觉得你这个什么QQ群里面 这个通信他妈的不稳妥 我怎么样的 你们互相写信 还做笔友 国家从来都不 做笔友 总归可以吧 因为吧 因为国家有自信 我们国家 受制的国家 有这个自信 你们真的作为小朋友 小孩 去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你闹不出什么乱子 因为成年人 是不跟你们乱走的 乱搞的 这个大家是有自信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们这小孩 被一些居心 捕测的这个老政治犯 老逼登 利用了 或者说境外的 境外的 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些人 敌对势力 或者敌对分子 这就是在境外的 这肉体在国外 法律管不着他的 然后你们被利用了 然后去做一些这个 完全是违背你的这个 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 也完全违背你想帮助的 劳动群众利益的一些事情 那不好意思的 首先你这里就要进行某种处置 实事求是讲 但是是肯定是以教育为主的 但是你过了一定的年龄界限的话 履教不改的话 那就不是以教育为主了 那可能就是以惩处惩罚为主了 那如果你是个单打独斗的 或者说你只是自己对于现实的认识很有限 然后对于这个社会性质的这个判断 也是出了问题的 其实我实事求是跟你讲 我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案例 这个人是一个土鳖 土生土生老毛左 他就是他就是一没有设外 二他没有给那帮就是给那帮老逼登 就是没有给那帮政治投机分子利用 没有 一没有设外 二没有被政治投机分子利用 他也领导过广东省 在一零年前后的一些工厂里面的一些讨薪啊 或者说集体去寻求一些和厂房谈判的一些运动 他领导过 他也没有被判刑 他也没有被抓进去 而且国家还允许他在一个社区里面成立一个这个 支援服务中心 然后社区还给了很多给他很多单啊 给了很多这个项目 国家还养着他 然后也会有 然后也也不阻止一些工友跟他联系联系 或者说去会面什么的 也也不干涉的通讯自由和会见自由 但是呢 那随着10年之后 那个经济发展 和他联络的这个工人越来越少 less and less 这是客观规律啊 有的是物质现实的客观规律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当时 比如说沿海发达省份 面对外资 面对这个台资港资 面对这些 劳资间出问题的时候 他很明显是走在资本主义的一些原理 国家是支持里面的工人 支持一些激进分子 积极分子 去整合这些谈判的一些效力 去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 但是后来实事求是讲 后来这些比较纯 纯正的 后来这些比较纯正的这个 劳工运动呢 怎么样 被利用了 尤其是被自由派呀 被自由派利用了 有的畜生的名字 我直接可以说潘毅啊 潘毅他妈是又想回深圳 又想在深圳搞事 潘毅 这个妈他是畜生 这个实事求是讲 好像是他自己认识的人 直接称呼他叫潘狗了 明白吗 OK 不是这个意义啊 就是有这么一票自由派 劈了左皮 把原来比较纯正的国家 甚至默许 甚至直接去支持本地的 他当时广东本地的工会 都去直接是派干部去指导这些运动的 后来为什么叫停了 然后后来是 转转变策略了 用劳动法 劳动监察 劳动仲裁 去强迫资方来妥协的 一开始在劳动法没有完备的时候 劳动仲裁呀 这些东西没完备的时候 是他闹了这样的工人运动 工会都直接派人的 派人派干部过来指导运动的 你们就不知道 那个时候的历史 有的是甚至说 当时我刚刚提起的那个人 那个领导这个比较纯正的 这个工人运动的时候 有有一个活动家 那个活动家是国家 支持他让他去 有一个工人 他是涉涉涉及台湾的一些冲突和纠纷的 国家支持他 他以各式样的方式支持他去台湾去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 然后台湾 其实我国台湾省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纯正的 他不背叛民族利益的 有些很纯正的一些 毛派的工运活动家活动人士 他在那个资本主义的那个省份里面 其实这些人也是被打压的被打压的很严重的被打压的非常严重 在资本主义 哪怕他也是他是我国的省份呢 但是他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嘛 如果看清楚这个利益是对于整个民族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巩固有帮助的 你瞄准西方势力瞄准这个介入性的资本力量呢 甚至会派这个工会干部去帮你出谋划策 后来就是真的是都变味了 后来我告诉你学院派大大举介入这个事 就是在就是在10年前后 就07 08年09年 呃 其实09 08年其实我国的那个国家精神是在这个灾难之后 然后通过奥运会又一又一次这个这个羔羊起来了 啊 又这个恢复了很大的信息 但09年10年呃 10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味道就不对了 那这个味道到11年都抵达高潮 大家发现这个民间的一些这个工人运动 可以做政治操作了 明白吗 可以甚至可以做很反动的政治操作了 那个时候就学院派大学生小赞人阶级 还有学术资产阶级都都过来抢政治筹码了 那个时候就好多联署啊去挺谁啊挺谁啊 懂了吧 有感甚至一些就是投机的官僚 他自己就开把这些东西当盘外招当政治筹码再利用了 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告别一段这个蜜月期了 就是告别这个比较纯正的民间草根的传统工运的蜜月期了 那个民间草根的传统工运的那个那个时代 其实你不要说一线的警方了你知道吗 你甚至说就是 我就说的还工会去会去帮忙的帮助他组织的 他很多这个村里面的镇里面的领导 这都是会去出主意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有利于大家所有人的利益的 年纪小你没听过呀 你不懂呀 那个时候你才出生呀 因为那个时候才出生嘛 你刚才出生呀 你不懂呀 主要是我说的难点就是10年11年嘛 他妈的有人大规模的把这东西当盘外招玩起来嘛 后来这个这个东西我们说说所说的这个纯正的啊 这个啊这个美好的就很难再看见了 其实就是民间和官方的这个信任被透支了 击穿了 实事求是讲嘛 了解吗 实事求是讲 哎 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政治投机客 在局务市完全没有成熟的情况之下 彻底的 就是很 就是他的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 极致就是那群 所谓的劳工 劳工运动 我告诉你真正的草根活动家是都 进不了他那个联署名单的 你知道吗 这个很明显是个贵族化 精英化的一种 想想要攫取这个运动果实的 但是还好 里面绝把绝大部分狗逼他妈的进去了 我操 就是 那个时候有一些 看上去好像是精英 其实精英当中垃圾 就是最边缘的一些所谓的精英 他根本没有什么 就是这些人其实社会资源调动能力 很有限的一些所谓的精英 精英底层 或者是精英边缘 半精英一些调人 他想发迹你知道吗 他想利用这些底层工运的 这些什么东西的 发迹 然后把这事搞黄了 搞黄好多次 而且还跟境外的一些势力啊 都把他妈的掺和上联系上了 这个味就完全不对了 你知道吗 就有颠覆性质了 就不是自家人了 就不是内部矛盾了 就完全就变成个敌我矛盾了 所以后面就是说就一刀切了 实事求是假 所以你们这些小孩 我再强调一遍 首先你要确保 你这帮是个草根 你做出的事情是鲁莽 你就是你自己鲁莽 自己不成熟 你就是草根而已 你不要背后这个绑大腿 绑你那啥 鸡肉王 那寒流鸡 什么这东西的 这玩意 不要绑大腿 这是 这是 绝对的 因为你绑大腿 你可能有个大腿 把你当肉呢 你知道吗 把你当 把你身家清白性命 当成是撕掉 他准备吃你呢 这是一点 第二点 绝对他妈不要涉外 不要跟他妈的 什么外部的 谁谁谁 他发的这个秘密通讯 什么东西的 这是第二点 你身外的就是一道歉 你玩什么cosplay 什么东西 哪怕你什么玩 你是个小孩 我们他妈大人 看了呵呵一笑 那当时那个重庆 还有个学生 他搞的是什么 他这个分风 N大 N个书记呢 我操 哪个省份 他去过一次 封几个人 在本地做什么书记 哪个省份 他去过一次 又封几个谁 在这边做代表 他也玩这一套的 但好歹 他是大学生 他大学生也给他 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了 他吹牛逼 说他是见过什么 委内瑞拉 还是秘鲁的 谁是谁 最后发现 应该可能 应该是吹牛逼 没给他动真的 吹牛逼 有个家伙 给他吹牛逼 说认识什么 第五国际的谁是谁 他妈的 见过一个什么 什么从秘鲁来的 什么书记 什么联络员 什么玩意的 让他吹牛逼 好吧 就饶一次 再来第二次 就不好意思 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们这小孩要 要胡闹到什么程度 现在已经是什么 总政治处 总政治部 什么这种 你们要胡闹到什么程度 才满意 才罢休 你要胡闹 我建议你去看小说 大哥 你非要胡闹 你群里面真的是讲的 在全面天天聊 里面有什么军设 你这个有什么几个层级 有多少个小组 小组代表 什么派过去 中央小组 派一堆小组代表 派到各地去 拉人 增加规模 什么的 你们到底要玩到 一个什么程度 才算尽兴 玩到啥程度 你才够 怎样玩 你才能满意 满足 我们作为成年人 大人世界 我们想 我实时求 我们知道 你们是要玩的 要一直玩下去的 这么东西 说穿着就玩了 你玩到啥 你他妈的满意 我们努力的去跟上面说 不要把你玩到的 最后的情况 定性成犯罪 好了吧 给你们爹妈 有个交代 你们能不能透露一下 你们玩到什么程度 他妈的吧 就行了 就差不多了 实事求是这样吗 我受不了了 大家都很头疼 我相信你们 所在省份的 监管部门 应该是非常头疼的 你知道吗 都是问题青少年 你如果是自家小孩 舍不打舍不得骂的 就什么样 父母摊上这种小孩 睡安稳觉 你那手机被你爹妈收了 往里面全聊 打开来一看 把他了 我操 收不了了 你爸爸妈妈 如果说真的是知道这些肯定是跟所有有关部门 小孩子胡闹 饶了他们 小孩子胡闹 别在意 小孩子胡闹 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明白吗 你们现在做的这一切东西呢 我们都尽量努力的让所有说服所有的成人都说他们还只是孩子 是不是被人忽悠了 他不懂 不明白 他不知道他背后那个人他妈的到底他那个人生轨迹是个什么样子 那那个人人生轨迹是个什么样子 不懂 不明白 你们先别说什么懂什么理论了 你先懂你们群里面的几个人到底是什么逼货色的 好吧 你群里面的几个这个叫那个这个叫那个 有我记得有有有有一个是什么退伍兵 有一个是什么中年商人 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是一直要上访的 还有一个老灯 你们的群里面的几个人 他到底是这个人是什么个人 你们先去弄弄清楚弄明白 然后你吃不准你去问问你爸爸妈妈 对不对 你吃不准你爸爸妈妈 你觉得你问吗 你问问你家里面做官的什么大伯 不一定大伯有本事做官 大伯做官的是那个另外一个 你吃不准你多去问问人家 你吃不准你多去看看一些历史 别他妈玩这种你根本吃不准的东西 你不仅吃不下 你都吃不准 明白吗 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吃不能吃 就像小孩进了化学实验室 这个东西闻起来好香 那个东西看上去好甜 那个东西这个是什么摇一摇 感觉喝下去很舒服 你们现在状况就是小屁孩用厨房里面或者用餐桌上学到的所谓的道理 实际上你是进了一个微化品的化工实验室 要吃要喝要往脸上抹要往这个什么指甲上擦 要往这个血管里面注射啊 懂了吗 你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了解就是顶多就是餐桌 我打的比喻我希望你们能听懂你们对于这一行高危政治人群 高危摄政摄公运摄民运人群 摄煽动颠覆人群的理解和认知 就好像婴幼儿只知道他妈的喝他妈妈奶水 或者看到几个QQ糖糖果这个认知能力 但是这些婴幼儿现在进了他妈化工厂了 高危化工厂 你以为这是闹着玩的 你知道你们他妈群里面有几个B是哪种人啊 老魔证人其实不是魔证人啊 就是明确对于国家政府有明确的行动意义上的敌意和敌对措施 敌对手段的一些人 他有言论自由或没有言论自由 我觉得他们应当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我们国家太仁慈了 给他们恢复了一些言论自由 但是又立刻固态赴盟了这些人 你们作为未成年人 社会经验非常有限的人 为什么一定非要和这些人打着交道 你们才能却说成为你自己 给你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童年或者青春呢 远离这些危险分子 国家太仁慈了 我实事求是这样 明白吗 你如果说是在什么严打时期 这些人可能一波全杀了你知道吗 严打时期这帮B一波就全枪毙了 明白吗 你恰巧遇到这个是什么 一几年的时候 一几年的时候 就是国家太仁慈了 我实事求是这样真的太他妈仁慈了 你换了九几年 这些人可能就死了 我没有乱说 你 就是 闹出那种事情 如果是在九十年代 这些人说不定就隔屁了 这些人说不定就被秘密处决了 我秘密审判秘密处决了 如果是在九十年代 我没有乱说 现在竟然还给这些老登 这些他妈的老政治犯 还让他们说话 我觉得国家太仁慈 过于仁慈 还让他们继续煽动高中生 我 我是 我个人 我不敢 我不敢妄议啊 我是说 至少他们现在出来 或者恢复这个自由说话的这个权益 权益之后 做的事情是很恶劣的 而且 实事求是讲 他都是在 境内QQ群完成这种 这种 培训 这种煽动的 错 不能怪在这小孩身上 小孩是孩子是孩子 孩子是孩子 不知道生前的 孩子不知道真的是 孩子不知道是非善恶的 恶人给他装扮一下 说几句好话 他觉得恶人好得不得了 善良不得了 孩子是孩子 小孩是孩子 小孩 我们都认可 你爸妈妈如果这样求情 我们都认可 我们也希望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前提是你们不要搞出真的大事了 说我们怎么看待王左 我告诉你 我看待的不是王左啊 我看待的是 14到 因为我说的是这个 大二为界限嘛 14到20岁 这个区间 我再放宽一点嘛 15到20岁 14岁的话完全就是小孩了 15到20岁 有一点点成人化 但是还不成人 还不成熟 15到20岁这个区间 这五年这个区间的 这群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14到15岁的 被煽动起来的激进分子 少年犯激进分子 潜在少年犯激进分子 潜在的激进少年 他们不是仅仅是嘴巴上的选手 他们很乐意 比如说什么境外那个群组 要跟他们 教他们如何秘密通信 他很乐意 他们很乐意 就是说什么要 如果他能够有钱 到不同的省份去串 他们很乐意 the eager to 因为比如说 之前 我们曝光的那个 在某 西南某某市 某省呢 西南某市 我们曝光那个 他不就是吗 他非常乐意 而且他也是初中高中 就开始玩这个 这样去搞 搞这些事情 有点过分了 因为你发现 他们不是说 完了就收手的 你知道吗 这些小孩 如果说出高中 我刚刚道理已经跟你们讲 出高中 让他 吃过这个味道之后 他不收手的 他大学里面继续玩的 他很大 很大一部分 这些人会继续玩的 这个玩是玩不出个 所以然的 玩不出个未来的 玩不出 玩出来 玩出来 你也不是工人运动 玩出来 你也不是解放者 玩出来 你也不是革命家 玩出来 你也没有根据地解放 解放区 玩来玩去 你就是个自由主义者 玩来玩去 你在打着工运的旗号 你在打着解放劳工 打着维护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旗号 你在干嘛 你在服务于西方煽动势力 煽电势力 玩来玩去 玩来玩去 就是这个功能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线索 就是 在这个 那个西南某市的 那个小伙子 他的那个群里面 一直在煽动他的那个人 有一个人是在日本 这个人是个铁杆自由派 是在日本 是个铁杆自由派 也不是什么 什么 就是 不停地在捧这个年轻人 在捧杀他的 是个女的伴 日本的 你会发现 这些打着共产主义 旗号 社会主义旗号 在我们国家 可能在25岁以上 就搞这种 搞事的 他们的策略 都是他妈街头运动 没有一个说是 是真的是 都是 都是自由派那一套 都是那个 他们没有群众土壤的 群众不跟他们走的 没有物质力量 现实物质 物质力量 没有成体系 成组织的物质力量 不可能的 你知道吗 全是那个西方的那一套 颜色革命那一套 你以为你在成为什么 工人领袖啊 革命革命者 革命家 你只是个三天家 你们这个三天范 明白吗 不能这样搞了 这是有明确的区别的 这是有绝对的明确的区别 你玩这一套 由这些老灯 教里面 什么风观许愿啊 搞一个什么 那么多小组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再爆点料出来吧 比如说我们比较 我还是不爆 我怕暴露我们自己人 你知道吗 我是不爆了 哼 想了一下 这个还不爆了 划了划儿刺 我现在不爆了 啥这一批 哎呦 有的时候想来想去 脑子都累 我操 哎 我告诉你们 这些小孩 他是实随之位了 他们打的一开始 就是想搞的是线下 哪是王左啊 这几个小孩 他们在那个QQ群里面 那魔人发言都是指向线下的 这是不行的 你知道吗 又要是什么 弄几个人到工厂里面容工 又要什么 弄几个小组代表 派到各个小组 各地小组里面去 又要什么 什么 哪里搞个什么 军设军用品 心里的 训练起来 就是这些家伙 不是王左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在网络上发声扮演了 那么这种线下话的这么一个急切的 风魔的这样一种冲动 到底是哪些人在给他洗脑呢 对不对 明白吗 那我们主要要去弄明白的是这个方向 肯定是 首先他本来只能接触的是境内通讯嘛 肯定是境内通讯出了问题啊 境内通讯有人在让他们转地下化线下化 这个东西呢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你网络上侦查好监控 你他妈的跑到线下 但是说这作为个人他们都是由于他们的发起点都是网络嘛 所以作为个体是好解决的 我们我们就是说总归不希望啊社会承受主要的这个痛苦 主要是他们爸爸妈妈是他所在家庭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北北京有个大学生就因为类似的事情 然后呢这个事情 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是由丰收的丰和颜色的色组成的 你们知道他谁了吧 你们知道他谁啊 这种事情呢就是说 很烦的 你知道吗 不是你们不知道人不要乱说 那名字里面带个燕字的 不懂的人说个逼啊 指出问题就是你们全在是被老灯利用了你们这些小孩的清白就是他们的养料 我再说明白一点你们做这些事情对于工人群众批用没有 我再说明白一点你们做这些事情对于工人群众批用没有 鸡巴用没有 你纯粹宣传我你见过我骂过哪一个纯粹宣传的号 纯粹宣传王佐我骂过哪一个纯粹宣传的号 你他妈的跟那群老的被他们就是为为激素为的要要要要去搞线下的 你一定完蛋 我指出问题 我指出就是说你们这样做一定完蛋 这个是不是个问题 is that a question is that a problem 我不能指出这个问题吗 不反对宣传 你们他妈的能够紧紧停留在宣传上吗 还不反对宣传 这他妈宣传的宣传群里面开始分封观绝了 开始他妈组建叛党 当然是半家家有性质的 半家家有性质 他把他那个叫路设路 加入路里面 里面有各种什么中央什么布啊 什么布什么布的 什么玩意儿 你只是宣传你妈的需要这样搞吗 你他妈只是宣传吗 哎我再问你一个 你他妈只是宣传吗 你只是宣传你在群里面说你有枪 哎你们这些小孩通通冒出来 告诉我你只是宣传 你只是王族只是宣传吗 你不要扰乱社会秩序 你不要误导治安力量 你扰乱社会秩序误导治安力量 这个相应责任 你你不能承担的 你爸爸妈妈要承担 你不能承担的 平台要承担 你不能承担的 你们群里面那些山洞 你们去这样做的老的要承担 你们他妈就能忍住 只做所谓的宣传吗 忍得住吗 只路管不设计 你们忍得住吗 你们这小屁孩 什么玩意儿 忍不住 我告诉你 你这个标的金 要标到哪里去 什么指出问题 你这种什么魔忍的 自己封自己个什么官 自认自己是个什么领袖 这种狂妄的 很无知的 很低级的 这样一种妄想 我告诉你 标到哪里去 标到小说里面去 去看小说去吧 你明白吗 变态和正常人的区别是吗 正常人是撸管 最后撸在纸上面 纸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变态是吗 撸管撸到别人的衣服上 撸管撸到别人的身体上 这是变态 你们这些政治妄想 不要在任何程度上 影响别人的生活 影响这个社会的现实 否则你一定会承受相应的处置 一定会面对相应的后果 真以为自己是啥了 自己是什么了 你们只是一群 拥抱 类似的 可能比你们更复杂一些的 更 自我感动 更强一些的 一些老灯 被逮进去过 坐了牢 又出来 又恢复通讯自由的老灯 你只是他们的牺牲品 他们又觉得自己有一群年轻人围绕着了 完全不顾这群年轻人是满 一点点 一点点是非 对错分辨能力都没有的一群小孩 你们只是这群老灯玩弄的玩偶 自娱自乐的 假的 性玩偶 这老灯的所谓的革命生命啊 激情火花又在你们身上又重新点燃了 真正的现实 权力 社会权力早就被分配完毕了 社会暴力 已经完全被收缴到公权力当中去了 你胆敢流露任何一个组织基层暴力的可能性 你一定面临的是 立即取缔 严厉处罚 明白吗 我们不说一般的暴力 我们说的是有政治预谋 有组织的这种暴力 你还搞什么各地 这种东西 你那个群说吧 也 弄个公告 公告上面说绝对不允许泄露群调 你弄个公告人家就不泄露群调了 你弄个公告监管方就看不到了 王姐就看不到了 在搞笑QQ群 QQ里面人家就看不见了 你以为别人用的是跟你一样QQ客户端 服务端里面什么数据拉不出来 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几乎没有正确 全是问题 你叫我说我指出你们问题 我指什么问题 你全是问题 我指出你个毛疾巴毛问题 我是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在拼命读书 马哲我他妈在拼命看 义俊清写的那些狗屁调 鸡巴玩也 还有另外那个叫长燕 他也写过 后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莫狗样的人 我在你们这个年纪 老子靠年纪第一第二 天天看你妈 那个什么哲学研究上面的马哲 北大学报 老子天天看 高二的时候我就过这种日子 像你们一样 搞cosplay 自封什么 总参谋部 什么东西啊 内务部 神经病 太搞笑了 我指出问题 我告诉你 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吧 我一天看了吗 实际二期篇论文 全是他妈的 中央编译局的论文 北大的 复旦大学的 天天看他妈 马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论证我没看过啊 那个时候 好像对于这个理论 还有好多派的 有什么实践派 唯物派 历史 历史辩证派 黑格尔派 懂吧 哲学派 有好多派的 还有这个存在论派 马哲光他妈的 马哲就一个妈的 有十七八派的 我靠 还有他和儒家柔杂的 基督教的 用神学来解的 你们在干嘛 你他妈也高中生了吧 同为高中生 怎么差异这么大的 老子他妈当年 考证年纪第一第二 一天看他妈十几篇 这狗屁文章 就你们这妈还读书 阅读 阅他妈的 没有小自然阶级 什么玩意 屁都不懂的 你知道有多少派系 你知道有多少 不同的国内的 意识形态理论的 理由派 对于马克思主义 有不同的见解 张冲律是怎么讲的 张双丽 他是持什么观点 张一斌是持什么观点 还有那山东大学 那几个是什么观点 人大又是什么观点 你们知道个毛啊 他不同个观点 服务于哪些派系 你知道吗 什么玩意 这个社会的大的力量 掌握在 到底掌握在谁手上 规定是人民群众吗 当然 规定是人民群众 好 那你要说 你要在人民群众当中 要什么有活动能力 有什么影响力 你靠什么 靠你那两把刷子 前人走过的路 那么多政治精英 理论精英 意识形态精英 那么多人 他们都傻逼啊 真的是 无知之急 你先弄个 你先把近20年 所有的这个 就两本 哲学研究 哲学动态 好像还有 专门有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吧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先把这些看 前面三篇 就是哲学看前面三篇 雷达不动的 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雷达不动的 都是讨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更不要说援助了 马克思那些援助 你们他妈的 高中来大哥 高中应该有阅读能力的 在我看来啊 高中应该有高级文本阅读能力的 因为我很聪明 我初中就有了 你们高中他妈的还没有吗 什么玩意 我告诉你 我看到你们这些人就只有厌恶 本事嘛没有的 理论供你妈像拖屎一样的 在那他妈的一天到晚 哲学 一天到晚哲学的贫困 先换个张双丽的研究生去 当个当 实事求是假 我以前有 我以前有我一个论敌 现在甚至说政治立场是我的一个敌人 他是做张双丽研究生 现在他妈的跑去同济 做你妈讲师去了 你先问个张双丽的研究生 我来我来 我来平息的看待你们 做张双丽研究生也没几年了 你高中毕业就上大学了 大学四年 四年啊 也就是只有五六年的时间 五六年的时间 你就要成为张双丽的研究生了 二年五六年你能学个屌鸡巴毛啊 什么玩意 一点本事都没有的 一点头脑 一点思想能力都没有的 搞这玩意 越搞越错 越搞永远被这位老灯当你妈的工具玩 玩到死 有什么用 认识的人都是他妈的QQ群里面 或者是他妈的什么电报群里面 匿名的 你认识几个人啊 匿名的 你他妈到时候被逮了 这些人捞你啊 搞笑 极其搞笑 我那个 你你到时候可能被逮了 什么红被来 来捞你啊 红被会给你记忆床被子 红色的被子 红被会给你记忆床红色被子吗 看守所 给你记忆床红色被子 他会给吗 听得懂吗 几岁了 你是高中生了 年纪不小了 红被会给你记床红色被子吗 你爸爸妈妈 含泪给你记被子 我他妈的十七岁是怎么过的 你们十七岁在搞这个东西 鼻鼻呀 来个鼻鼻 鼻鼻 我这妈都服了 我靠 装模作样的 弄来弄去 有什么用 我受不了了 话都说不连千 高中生了 高中生话都说不连千 大哥 我高中的时候在干嘛 不是要反对反复哲学 你作为一个高中生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你好歹搞个什么竞赛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是真有本事 你搞个啥竞赛呀 表面的智能力水平比较高啊 是不是 你再多看点书啊 看点真儿八经的 看点别人觉得比较复杂的 比较困的那些书啊 我很聪明吗 我不聪明 我不觉得我聪明 我一般聪明大哥 我一般聪明 我在复旦学数理逻辑课的时候 我是整个班级第二聪明的 那个第一聪明的 他是一个搞这个 他是搞天文竞赛的 我是搞生物竞赛的 那个第一聪明的是搞天文竞赛的 他在哲学系的那个数理逻辑课上 他是第一聪明的 他比我更聪明 我是每节课之前都做了很大的功课 然后那个第一聪明 他是数学系的 他是搞这个天文竞赛的 然后呢 他是转了哲学系 这个人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 他是第一聪明的 但是这个第一聪明的人 他好像也就是拿了省的金牌 还是怎么样的 没有拿国家金牌 好像没有参加国家队 参加国家队的那些人都去清华北道了 我不聪明 我不认为我是个聪明的人 我当然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人 我的智力伤术一般般 我不聪明 我强调一遍 我都记不 我的记忆力很很差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都记不得 当时教我们数理逻辑的那个课 的那个老师的名字 杨瑞芝 好我记起来 杨瑞芝 你说我不记得 我还记起来 杨瑞芝 你然后你去问杨瑞芝 你就他应该能够回忆起来 因为他是个井井有条的人 杨瑞芝 查看他的邮件 应该能够回忆到 那个搞天文竞赛 那个很聪明的那个人是谁 是啊 智力一般是考年纪 因为那个学校只是一个四星级 省四星级高中 不是 你们不要以为精英是傻逼 精英世界的人 是有 有很大一部分是很聪明的人 他们很聪明 不要低估他们的能耐 你们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 以为别人是傻逼 傻逼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觉得别人是傻逼 他们很聪明 有很聪明的人 有非常聪明的人 我说的难听点就是在 我说的难听点 我就是 就是 在我们本地 就有一个人评价 评价我说 你的哲学很好 张任务哲学不行 这个人难道就比我笨吗 不一定吧 对不对 就是大家选择不同 选择有差异 不能说不同 但这个人肯定不一定比我笨 懂了吧 大不投喂出来的 还有说激烈的智力交锋 喂出来的人都不傻 你只要坚持阅读习惯 读高阶次文本 坚持阅读习惯 每天读高阶次文本 两年你这个人就就很聪明了 但是呢 就是做事情 不是说一天到晚读书 就能就能成事了 小资其实是读书多的多 但是读不聪明 你要有本事读聪明才行 读得聪明 情商可以低 没问题 但智商一定得高 情商其实有的时候 不同利益取向的人 互相评价 觉得他情商低 他情商低 这只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明白吗 明白吗 你们真的是 输定了 什么你想赢整个精英体系啊 不可能的 肯定是很大一部分精英 但不是不一定是大部分 明白吗 就是这群小孩这种做法还让人有一个反感 就是聪明人就会更鄙视搞这个的人 更看不起 稍微有点智力的人会更看不起 不是同情心不同情心的问题 同情心是个很low的一个范式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运行的思考运行做决策的一些权重衡量的参数 都是一些很质朴的幼儿园级别的大行星级别的一些衡量标准 就是真正在处置问题的人 不从这些角度来思考 大家能够冰棋推演能够看到后面很多步的 比如说冰棋推演就能看到 我很有可能 我会去开外贸公司 冰棋推演推到后面 我很有可能我会协助做一些事情 冰棋推演看到 看到后面 就是说 原来你妈逼 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明白吗 这个东西 不是你们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It's beyond your imagination You understand 你发展到后面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哪怕是那种最流氓的那种那种单打独斗那种人 你也他妈的吹牛逼说他认识个谁谁谁谁 要介绍个什么副处级的官员给他们讲讲如何 啊 如何满足他们经济要求那种最狂妄最模仁的人 他也要这样装逼的 他说他认识什么体制内的什么副处级的哪个什么什么干部啊 是开明干部要给他介绍什么经济合作项目满足他们经济需求 要不要跑到上海去学你妈的外貌 我操 我已经非常非常我这个人真的是你在全网你找不到一个像我能够这样 非常非常我是说我过于仁慈了 这些东西 这这种层次这种小孩配知道吗 事实求是这样吗 我讲的这些东西稍微聪明点的家人家的小孩听了真的是 什么都明白了 说难听点你们这群小屁孩你们配他妈知道吧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一辈子被人家玩死 你一辈子被人家玩得死死的玩死 没有任何机会 都是群什么玩意吗 学学上不好 妈的高中一毕业 你那话上个货桶子学校 你屁用都没有 大家看这几个人他妈考上什么大学 你考不上个好大学 你这个在这个互联网上 还受谁关注你 高中生高中生 在中国高中生念不上好学校 实事求是这样 还要去代表一个什么政治声音 代表什么话语 谁他信你这套 真实的 所有人都把这个当成乐子玩笑的看 搞笑 211也没用 211能够代表谁的利益 你给你们非要跟我说有个例外 那个什么东方争选的 那个叫什么名字 他离了他离了新东方 他流量一下子下去了 我们整个民族是非常崇拜智力成就的 整个这个民族是很崇拜智力成就的 你不能你不是个一流人物 你得是个二流人物 不是二流人物 你得是个三流人物 不是个三流人物 你得是个人物 明白吗 我们这个民族是非常崇拜智力成就的 这董宇辉是吧 你看他离了新东方过了这么长时间 还有杀他的流量吗 我都记不得他名字 你没有社会影响力的 Nobody will listen to you 没有人愿意倾听你 那你就不会被听到 那说另辟蹊径完全不要学历 那你只能混金圈 混找一些二代三代 愿意给你投钱的 陪你玩的 你找到吗 那这个路数人家五年前十年前都玩过了 那个影响力也很小的 那是专门就是满足特定的富豪家庭 以权贵家庭的那个精英子女 叛逆精英子女的 那是和劳动群众没关系的 那个劳动群众没关系的 懂了吧 不带你玩 人家不带你玩 你永远没用 你现在是被人玩 你们现在群里面的表现 说的那些话 这很明显的 就着了你前老逼登的到了 还觉得自己好像很自主独立一样 老逼登就是要让你感觉自主独立啊 脱离了父母的控制 脱离了这个 甚至说互联网上表现的一套 线下偷偷摸摸的表现另外一套 这个差异有怎样 谁不知道 那很幼稚你知道吗 太你妈幼稚了 我操你就相当于 我你妈真的是 真的相当于是 相当于就打多他 像打人机一样你知道吗 打人机 打游戏 你就说在虐电脑那种感觉 人家跟你 你这会这么攒大根的啊 想着就趁这个电脑 最后一丝血的时候 技能全焦光 大根上抢人头 什么这种东西 人家跟你玩这一套 差异太大 差距太大了 完全被吊打 你们的问题就是说 你们整个的你们现在 现在存在的所有状况 都是被精心安排 被控制 被吊打的 被玩弄的一个状况 我是唯一愿意跟你们说穿 这一点的 你们是一批一批的 你们类似 你们这样的人一批一批的 我是唯一愿意跟你们 还说到说到的 那我不管的话 你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那你就走呗 你小孩 随便 我也人之一尽了 我总要人之一尽了 我再强一遍 我总要人之一尽了 好吧 你是高中生 你先看懂义俊卿的东西 这个人虽然是个人渣 但是呢 好歹 他的学问 还算可以 你是个高中生 我提的要求是 你先看懂义俊卿的东西 OK 那这中文呢 衣服的衣 俊 俊美的俊 清 清清我我的清 这个名字人如其名啊 然后你结合他的生活 历史 你理解他的文本 思想 为什么和现实 有这么大的出入 你能理解这东西 再他妈说话 他肯定他讲西马 肯定讲的没我好呀 别烦了 我肯定比他聪明啊 搞笑的 这个人我高中就那么把他看穿了 我当然比他聪明多了 你们可以去找一个 你们可以去找当年和我一起在复旦念马哲那些人 是求讲 肯定所有人的评价 我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呢 好吧 别烦了 念哲学的那些人 我是很聪明的人 你就在观面上 是被评价好的那些 就是不是有我聪明的 不是我聪明的 只不是说我不做学问 我不喜欢做学问 我不是天才 不是什么高智商 这只是一般的聪明 有小聪明 有大聪明 有各种聪明 聪明只是 不是很稀缺的一个东西 聪明不是很稀缺 聪明是可以去 去去去培养的 去去产生的 我不觉得这是包扬啊 我不是觉得这是夸赞包扬 因为聪明不一定是好事 聪明不一定走正确的路 然后这些小朋友在我看来都是不聪明的人 你们不是说小聪明 你们在我看来都是不聪明的人 不聪明 完全不聪明 不聪明 就是一眼望着见你的底子 你这辈子的成就 我一眼就看就到那了 没有一个让我觉得 可能未来还有点余地的人 那个你们的群内录音 我听了听了几段了 好几段了 就是 你懂的 就是就很明显 就是都是不聪明的人吧 否则我为什么很同情你们呢 因为我知道你这不是一个 就是你是很无辜的 没防备的 没经验的 没能力的 然后人家给你上的套你逃不出去的 所以我着急 我心里难受 我不是看到这些蠢的 我觉得我要我要去侮辱这些东西 我怎么样 我看到这些愚蠢 我心里难受 心里难受 心里很难受 你明白吗 有好多这种年轻人 你现在你可能你不感受到 你如果上了大学 你大一大二的时候 大一大二 然后你又这么蠢 你就不聪明 然后又着了别人套 或者你磨着了 然后你又很直接的面对一个现实 这些小孩会受不了 然后你又很直接的面对一个现实 这些小孩会受不了的 你知道吗 这些小孩会受不了的 他现在在高中是一个高度规训的一种状态 然后他还还搞一个什么 有一个虚幻的一个反叛的卫面在那边 有个反叛的卫面在那里 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反叛者 那你说他就说他考进大学了 或者说他的童年时代要告别了 少年时代要告别了 他就进入青年时代 等他到20岁上下的时候 1920岁的时候 在大学里面 或者说在社会当中 他还这么磨着 还这么蠢 还这么不聪明的话 很危险你知道吗 那种状态很危险 很难受的 那种状态 那种状态自杀率很高的 我再强调一边 那种状态自杀率很高的 那种状态自杀率是很高的 在大二的时候 大一大二 大一下学期 大二上学期的时候 不是他 他有的小孩会比较善良 他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但是他很有可能会伤害他自己 他自己像性能磨着那套东西 如果和现实完全就是冲撞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 眼睛前面还有一层意义呢 你知道吗 高中的时候还自己那个情绪 那个妄想还能够照着自己 还保护着自己 或者他的自恋幻想还能够嵌套着自己呢 到大学就不行了 到大一大二就不行了 到一大二就崩溃了 大一大二就是说 大一大二首先 他的生活的差别就在于成人不介入了 成人不规训你了 你就是同龄人之间在发生一个互动了 然后这个时候 忽然发现自己 不能带着这个壳来生存了 没有余地了 对成人世界没幻想了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那个壳本身又不让你出来 懂吗 然后你出来很痛苦 这个情况之下很容易自杀 概率很高 尤其是你在高中阶段投注的越多 这种东西投注的越多 你在大学大一大二 大一的时候刚刚还有辅导员 或者说没有分科 或者说大一的时候还有那个新鲜性 大二上学期快结束 到大二下学期这一段时间 非常致命 very deadly 非常致命 非常非常致命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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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 很致命 有一些 有一些学生就会故意什么 往什么 湖面上面走啊 结冰的湖面上面走啊 懂吗 有一些学生 就是他们是故意的 有些学生故意的 吃很辣的很多 就是 大二的辅导员 是他最累的 我操 跟你讲 quite deadly 你们你们就不知道吗 你们 就是我们是过来人 我们作为成年人 我们作为成年人是过来人 我 比如说我大一 遭遇了这个校园当中的成人世界的这种现实 成年人 大学生这个这个一个社群的一个现实 我受不了了 我大二整个一年是修学的 你在你在高中时期在十十四到这个十十七十八岁 叠的东西越厚你要破茧出来的那个痛苦是越沉重越大 非常非常沉重非常大 都会有各项病理化 我跟你讲就各项病理化 我有讲的那个跑到同济去做那个什么跑到同济去去做做做做做讲师的那个B 当年在宿舍里边大二的时候这个B撸管撸的他妈的满墙都是都是金班 我都跟他说说说说出来 这精神病理化严重 他给他那妈的暗恋的一个在北京读书的一个他妈的绰号叫你妈的小小动物 某个小动物的绰号一个女的给那个B他妈的写写文章 写作业 对吗性压抑 然后他妈自己在这个宿舍里面撸管撸得满墙的金班 他后来跟张双李那妈读个研究生去同济做个什么狗屁讲师 还在B站还开过直播的念的东西狗屎一样 我操我受不了了 这蠢猪我操 这么多年你还是个傻逼啊 我那妈受不了了 已经多少年过去了 他还玩了一套东西 革命的如体性 还他妈就在旧的那个什么主体主义范式里面在玩 哦你是他妈做客体要吃饭是吧 老子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可怜的一边去 这么多年还他妈这个套路 受不了了 我们 很孤单 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 也依然觉得他很孤单 思想上非常 极致的紧张 因为大二呀 大二我是跑到香野田间 我自我放逐一年了 我觉得我还是宣泄的还挺良好的 大二回来 一问他的室友说他 还给那那个小动物 那个那个他喜欢的女的 那妈天天那妈的给他写作业 我靠 熬夜给他写作业 自己那妈的不休息 熬夜给他写作业 干论文 舔狗 说什么舔狗 然后自己性牙医撸管 射满一墙 牛逼 我那记忆的 就是我那我那说的说的 就这些成年烂骨的事了 他后来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在乎了 我要讲的就是 大二是个鬼门关 尤其是你这个在高中的时候 你这个在应试教育之外 体验的东西越多越充分的人 你进入社会一年之后 然后看到这个遥遥无期的未来的 成人成人的岁月 是个鬼门关 回又回不去了 破碎了吗 这个东西不成立的吧 啊 高中叠的这个盾不成立的 我高中叠的盾就是 我是超级闲者 闲 闲民的闲 超级闲人 我高中给自己叠的盾就是 我是博览 百家 群书 然后什么意识 什么思想 什么东西 超级闲者 高中的时候 非常屌 非常屌皮 屌上天了 我操 纹理双修 牛逼冲天 我操 反正聪明的不得了 然后到大学破了 哎 预备支配了 你把谈恋爱失败了 我操 人家就把这个感情 他可以非常游离的 非常不庄重的 非常 把他做玩笑的一个东西 去对待这些东西 我就说 我无法理解 就感觉被超越一个维度 我怎么吊打了 我操 守不掉了 赶紧跑 高中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比贤明啊 无比贤能 无比自我克制 无比什么什么什么 也很自恋嘛 也是一个可 越弄越怎么样 越弄越怎么 但是高中的时候 也觉得自己是一个 这个 呃 忍辱负重 苦心孤义 在积攒力量 在寻找解决一切痛苦悲伤啊 什么人间不平等啊 人间的惨剧 解决这东西的 在寻找他钥匙 或者是在 在汲取某种力量 当时高中有个女生 她说 你想当救世主 你能救一切人吗 什么东西 我当不了 但是我可以让大家一起 拯救我们所有人 对不对 共同来拯救人类自身 我自己救不了 这个事情呢 就是这样一种自我认同 自我眷恋啊 这个东西 这壳在大一 一定会碎的 或者说你进入社会 一年多时间 绝对会碎 碎的 赤裸的碎掉了 碎了之后再逃回去 那古得败了 你这辈子也完蛋了 魔针了 就跟我们那个什么 雨果书店 这个他妈的 某个 雨果书店 苏州市雨果书店 某个自由派 什么的民间哲学家 叫野姓刘 刘某某某 我你妈 我你妈受不了了 我操这个 他那个护卷群 小朋友在他那边 成立的个什么屌毛 什么事 我 这他妈很屌的 哎 你们知道那个苏州 那个雨果书店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店长 店长 自居是什么 当前 就他 他曾经问我一个问题 你知道苏州市 最伟大的哲学家是谁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他姓刘 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叫 然后他说了他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就走了 我受不了了 我怎么办呢 真的 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你弹幕里面有人能说出来 他叫什么名字吗 Anybody could you tell me Name him 你们能说出来 他叫什么名字吗 你们都不知道 他叫什么罗奥特曼 然后那个就是 什么斯拉线圈 他就这个名字 他就这个名字 什么罗奥特曼 什么斯拉线圈 他就这个 你活了吧 这个他当时说 你知道苏州是最牛逼的 这个哲学家是谁吧 他说他叫 这个 那么很服啊 非常服 蛮搞笑的 whatever 这是个搞笑的事情 然后我也不觉得 我是什么哲学第一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名头 或者说这种意义 没啥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要反过来讲的就是说 你突破不了这个壳 你就变成这种人了 你突破不了这个自恋之壳 你在 你就变成这种人了 这个叫退化了 退行了 一辈子就是一个高中生或者高中阶段那种 其实是 其实人是要破茧而出的 从这样一种自我迷恋的幻想当中破出来 知道自己很多地方不如人 方式 生活方式可能就很多地方是不对的 就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你就承受否定 承受否定直面别人对你的侮辱歧视 以及什么这样子 直面之后 而是真正印象直面 而且是真正让自己是握着一些改变的契机的一些选项 而且是真的吃了痛的 很痛很痛 非常痛苦 大一或者说你刚进入社会 打破这个自恋之壳 从家里面或者从那个长辈啊 亲人照看的那种状态 或者说从这个公权里或者教育机构照看这种状况突破出来 第一年你没什么感觉 因为你还沉迷啊 或者说有点跃跃欲视 在这个乏味的重复 重复的时候 就不行了 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左右 就不行了 这个就是青年的生存的危机 去自恋化这个阶段 去自恋化这个阶段的生存的危机 然后他最后要重新闭合的 重新缝合的 他那个自恋幻想会缩到里面去 他不是个外壳了 就不再有那个一层 那个一个氛围 一个意义在那边了 但是他缩到里面 缩到里面去变成一个 自我认同的一个缺陷的一个核 那么这个核呢 它是 就你做梦的时候看到那个自己 那个样子 做梦 做梦的时候自我扮演的那个样子 就只有在梦境里面才会是 高中的那个调状态 对吗你高中很喜欢那个女生 然后对他一厢痴情 然后自己迷恋的那种状态 你只有在你你你到了成年人之后 或者你这个壳碎了之后 你做梦的时候你才梦到 你重新变成那种屌样 你重新变成那种骚扬那种屌样 你只有做梦的时候 你醒过来 我又想我要不要给他发短信 不发了不发了不发了 醒过来我要不要跟他打电话 不不不不打了不打了 你这做梦的时候还依然是个扫B啊 你醒来就不会了 就是这个就是说你那个壳碎了 但是它变成一个 有瑕疵的缺陷性的一个东西 到里面去了 然后你每次做梦都想去填补这个瑕疵 填补这个缺陷 有没有吧 我觉得你妈超过25岁的人 他妈的心有是的呀 你妈的屁股我确实是个屌样 十字球是怎样 你懂这种感觉吧 这种感觉 我每次做梦 我又是如此一往情深 在那个高考的那个是什么 考场在后面看着他 曾经的他醒过来 他谁呀 你妈的屁股 不想跟他打电话 都屌样 无论你当年有没有什么 跟他发生过什么 都一样 都是 而且甚至你刚醒过来 迷迷糊糊的 那个手机短信拿出来 写了几个字 后来 哎 哎 啊 然后把他关掉了 删掉了 然后赶紧按你妈 要么撤回 要么按那个什么减 减号键 把他全删了 然后手机 整得你没放进去 然后又做了一个梦 就梦到就不是那个东西了 又做了一个梦 就梦到自己去 吃了一个什么死味巧克力 或者说自己去哪个什么桑拿房里面 这个吃冰棍什么类似的一个梦了 又做了梦就没有那个东西了 那个东西会定期的在梦境里面反复出现的 但是出现过一次 他就会满足很久 自恋性的幻想这个幻想的这个图示 他就埋到里面去了 就做梦的时候 审查机制失灵的时候 他会用帽出来 这是打破壳了 因为他只会在梦境 你清醒的时候是不会有的 当你清醒的时候 这个东西没有的 这个东西没用的 当你清醒的时候 那个女的往里面前一站 你老公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方法 咱们聊一聊 实时求实际 你隐隐地感觉有个三在牵着 但是实际上那个东西不起作用了 成年人讲功利的逻辑了 成年人讲一个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逻辑了 社会关系和物质现实再生产的逻辑 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逻辑了 成年人讲再生产逻辑 你赶紧要去看阿尔徒赛论再生产 一定要去看 不看你是个傻逼 好吧 所以我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 我已经你这十几岁高中生 怎么变成 真正有能耐的高中生 都已经告诉你了 好好学多阅读 然后你到大学 大一大二会可能承受什么东西 也告诉你了 然后你他妈的 现在玩的这些屌东西是哪些老灯 他妈的在控制你 在在在在这个 appropriate you 在在在在在利用你 在剥削你 在利用你 剥削利用是哪个词 我记不得了 我刚刚说错了 拼错了 明白吗 再搞不定 我我帮不了了 你这小孩 我都已经话都已经说穿 说透到这种程度了 你们还要 就是你有那个自恋幻想 可以理解 当年我们都都有 高中吧 都有这么一层 这个这个一个氛围 这个一个壳绕着自己 自己做什么事 都就是很自恋的 就觉得自己特别有 有这个有这个韵味啊 我曾经我当年呢 我做过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当年很傻逼的 我当年在我们学校里面 还有几个鹅卵石 摆成个形状 说20年之后 我回来一看 埋在一个什么 一个泥地里面 说20年之后 我回来看啊 他曾经摆下一个什么 这东西 中二 你把你很傻逼的 总觉得自己 将来成大人物 或怎么样的 后面的路怎么走 也说了 大一大二路 怎么走也说了 你爸爸妈妈 应该如何对待 这些这种小孩 我也说了 他不是 他们不是说 只是王左 王左肯定不仅是王左 王左肯定在那么群里面是要装逼的 还要秀自己有各种线下 我现在全体当你们这些秀这些线下全是假的 以有一样是真的都是触发这个违法要件的 好吧 这个自恋的壳是会碎掉的 最后只会有一个碎片留下来 其他的碎片应该全都是消失掉的 然后呢 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是 理论化的体系性的 非常复杂的思想 它能沉淀下来的 然后它是很 就是如臂食指一样 它是可以很灵活激动的利用的 你们都没有这个能力 太差了 书要读薄 但是这书肯定是 我的妈 我后面一座墙是全是工具 但是你们没见到我这边 我的左手边的一座墙是全是书 我左手边的一座墙上面摆满了书 你们看不见呀 我不让你们看见的 我们的一座墙什么都有 宗教 法学 历史 这个古典哲学 现象学 生存论 中间的这些应该是这个 后现代哲学 然后这边是一些技术哲学 科学哲学 然后这里是一些小说 这边是一些政治哲学 资本论啊 什么的 马列的一些东西 那上面呢 是一些就是商界的一些实用的技能 设计啊 还有一些什么编程啊 还有这边 宗教 宗教有宗教学 有各式各样的宗教 不同的宗教 然后这最中间上面 还有一些工具书 德语词典啊 什么英语词典啊 还有还有一堆字帖 你看不见呀 不让你们看见呀 不让你们看见 然后这边还有 还有这个分析哲学 有一堆 分析哲学有一堆 还有一些老的期刊 什么这东西的 你们看不见而已 不就在这 还有什么宗教学里面 还有什么云云集七七千呢 还有什么什么都有 这个什么 就是什么印度教的 什么史诗啊 什么伊斯兰的 什么教法学的 什么这些东西 都有大学时候的兴趣 博览群书 大学时候 什么都都要看 高中的时候也什么都要看 高中时候我就看什么宗教 宗教学词典了 各种就是有那个一大很厚的一本 那个宗教学 这个词典大全 里面的所有目的都看了 这后面全忘了 后面全忘了 然后什么罗马史 希腊史 中国历史 中国的中国历史比较少 还有我 我是大学里面是监修法学的 所以什么刑法学商法学国际法学 什么都有 就是那个时候当教科书用的 形式速度法学 就是不是他那个条文啊 是他的那个法学的那个原点 就是教科书啊 法学院的教科书 一套我也有 我也全都看过 我全都看过 因为我准备过司法考试 但是我准备司法考试是个 我就看教科书 这题目我不想做 所以那个时候司法考试差二十分 没上 然后再就有他妈的 有TI他妈的 有这个Dota2的那个TI直播 然后我还打游戏 我记得我就在这个房间 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没装修 在这个房间 然后说也是成功颠倒 我妈每天早上会 弄一个这个羊肉面给我吃 吃完了我睡觉 睡醒了之后 是下午四五点钟 然后我开始看 因为看视频 看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有好几个民法学家 什么刑法学家 什么的 这挺有意思的 有个B的妈讲 讲刑法很有意思的 不是那个家伙 是另外一个家伙 讲张三的 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就是嘴巴很老的 一个老头子 有老老的 老老的一个男的 很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弹幕你们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弹幕你们知不知道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罗 不是那个他叫罗什么罗强还是什么 不是罗强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一直会讲 王二 张三李四什么的 他他也很有意思 他比比那个更有意思 你们就是不知道 他是个另外一个人 我记不得了 我记不得了 罗 罗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 我都记不得了 哎 就是你们都不是和我们有那个同样的这个教育背景 教育经历的 哦是百浪涛 哦是的 是百浪涛 博浪涛还是百浪涛 whatever 这个这个姓氏到底念什么 啊 是个百浪涛 啊 他那个声音 如果给他 我都听二倍速的 听他讲的那些案例 就听了玩 很有意思 很好玩 你知道吗 听相声一样 就是当听相声 那个时候司法考试的那个 好像也不是百浪涛 好像是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是百浪涛还是谁 反正就是有一个就是声音比较老的 然后说话像相声一样的 我不知道他是讲民法的吧 好像是讲民法的 讲民法的 讲这个民法通责的 讲民法 讲什么盗窃罪 那个很有意思 你妈逼我讲的笑死了 不是盗窃罪是刑法 哦不好意思 还是讲刑法的 讲刑法的是另外一个 我记不得 whatever 不跟你扯了 就是说 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 就是这些知识 我们都 都是 在大学里面都是丰富的 中修有 中修有讲民法 我记不得了 反正说作为小知识分子 这些是basic you know 这些是基本的 这是基本 比如说德语我没有系统学过 但是给我一本词典 你那些东西我能看得懂 语法规则大致还能摸得清楚 对不对 有的是变体变革 什么东西比较复杂的 什么革放在哪里代表什么 什么关系 就可以要再去复习一下 但是给我个词典 基本上你这上面东西没有 我看不懂的 然后英语难以就是可以不要词典 就直接看 然后基本上文科的各类的内容都学过 对吧 尤其是精识之用的 什么经济学 这个什么法学 社会学 人口学组织学 这东西都得学过 因为吧 就是你不打破你的自恋的壳 你是没有办法在学术体系里面去成为一个吸水的海绵的 有大量的吸水 没有 猛追护国神医 对猛追 wins 当时这么 wins 每场比赛我都看了 你妈逼啊 我靠 然后你妈的 罚考的时候 熬夜罚考 我操 考不了呀 怎么 考不下来 当时叫思考 司法考试 弟弟学不学 我看史书 我看了一些地理的妈的一头雾水 你妈逼 我就想 你这屌书能不能旁边放地图啊 后来看了个什么信息宿还是什么的 这个就比较好看 现在跟你们扯完了 高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自己获得学习机会 大学四年的学习机会 这才是成才 成人不重要 成人其实最终你都要成人的 你啃老啃一辈子你爹妈死了 你也会成人的 但是得成才 你们就成不了才 你们现在这个屌样 故步自封 弄点这个cosplay 这自我满足陶醉的屌样 你成不了才 你不是个人才 太弱了 太废了 太没 太没用了 成不了才 成才很重要的 一定要成才 明白吗 一定要成才 你说有志要改变这些穷苦人什么 劳动群众的那个生活状况 或者说生产关系 结构性的生产关系 结构性的悲剧制造的一些机制 你是要改变他们 或者就要消灭他们 怎么样了 消灭这机制 悲剧性的机制 那你要成才呀 不成才 你能有什么用 谁会来用你 一定要成才 一定要成才 不成才 不成人 不成才 你这个人也白成了 你这辈子白过了 这个话是对 有志于改变这个 说的再狂一点 有志于改变天下的人 这个天下指的是 老百姓是天下 对不对 人民是江山嘛 有志于让人民过上一个 有尊严有体面的生活 有志于让结构性的 系统性的制造悲剧的一些机制 被消灭的人 你要成为这样的人 不说拯救苍生吧 就造福天下苍生的人 你一定要成才呀 你不成才 你假装自己是栋梁 什么神经病啊 你没有成人呢 成人在成才 这是必须的 不这样做 有白白活 这辈子白活 这个我这个小孩 这个表演 这个东西 真的是浪费自己的青春生命 浪费自己的清白 你搞了搞来搞去 搞极端的 你这个人屁用都没有 大学大学念不上 不是说国家不允许你念大学 是你就算你这样搞 搞了这个东西上瘾了 你到大学里面干嘛 那个时候复旦大学也有人搞了 搞了什么少中 少中 少中社 少年中国 这个学社 什么吊东西 一个小胖子 我记得 当时一个小胖子 妈的磨着那一匹 说的吗 不好好念 变精变起来 就是个傻逼 你知道吗 一个小胖子 蠢猪 蠢的一匹 然后那个少中社 我什么 看了我就嫌恶心 看了我就想跑 太笨了 太蠢了 你没有成人成才之前过早的触及政治 真的是 不是说中国公民参政议政 在中国是很常见的 很普通的 但是你一定要成才 你这个东西得说的有道理 有建设性 有意义 有目的 有可行的路径 有社会接纳的土壤 你是个种子 你是个种子 那你社会有土壤接纳 你是个什么轻化假 妈的放在嘴里 发生一个毒死的 这个机体 谁他妈给你土壤 好吧 反正这个 讲也讲明白了 弄也弄清楚了 什么该说的 不该说的 我都已经挑明了 你就是大半夜了 可以说 没什么人盯着 相关工作人员 怎么早就睡觉了 我就把这个话给你们说清楚 一定要说清楚 然后我相当于说 我知道 现在看我直播的 没几个是 是这种魔人 魔人小孩了 希望你们用 我给你们传授这些道理 让这些魔人小孩 能回头试案 能够成人成才 你最低的限度 对自己要求 是要成人成才 影响你明天早上自习 你不成人不成才 你可以断掉的 你爸爸妈妈 不管你 你可以睡觉 你爸爸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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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感谢观看